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盘的时候呢 纳斯达克股票上涨1%点几 那么道雍斯指数呢 也是涨到28000点以上 目前纳斯达克指数是8600点 除此之外呢 黄金价格是轻微下跌 跌至1476美金附近 比特币呢 也是同样下跌 跌破7000美金整数大观 目前报价是6900美金 原因很简单 因为股市上涨的时候呢 大家的避险情绪就会相对减弱 因此呢 黄金和比特币双双下跌 那么我们回过头看昨天的澳洲股市方面的 涨幅最高的是NEA 是Near Map 是一家做地图3D处理技术的 整体上跟Google是差不多的 就是Google Map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呢 在此技术上进行了一个 三维3D商业化的一个应用 比方说 通过卫星地图就直接能够测量 两个建筑之间的一个距离 和高度和宽度等等 然后并且也能够在上面投放 商业性的一些设施 或者是3D一些处理图像 那么因此呢 这项技术呢 其实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创新 只是在谷歌原有的技术上 进行了商业化和应用化场景 那么这些过程呢 并不能够直接给这家公司带来 有效的一个收益 但是呢 这家公司之前的股价 也是一直在下跌 目前呢 是跌到了2块多的一个价格 因此呢 我们最近呢 也是跟大家讲 一定要去寻找跌幅比较高 在20%以上的一个幅度回调 那么这样的股票呢 如果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基本面的变化 那么本质上在目前资金 一直在涌入股市的前提下 那么这类股票反弹的概率和幅度都会比较高 因此呢 这只NEA股票 昨天上涨了8.75% 目前报价是2块8毛6 除此之外 还有超跌股反弹 APX Apple 也是我们之前着重推荐的 目前昨天是上涨了5.23% 目前报价是23块5毛4 这类股票呢 也是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低买高卖 那么每一次涨幅和下跌呢 基本上震荡幅度都是在10%到20%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2012块买入 那么2045块买出 都是一些比较合理的操作 那么过去呢 我也是在23到25之间 一直在买入的 所以呢 大家一旦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建仓 非常简单 我们如果23块买的 大家可以等到22 21块买的 来抄我们的底 也是非常容易操作的一件事情 那么除此之外 NNN也是我们之前 从今年6月份到现在频频推荐的 那么昨天呢 也上涨了4.9% 给大家带来了不错的一个回报 目前的价格依旧是逼近了7澳币整数大关 现在收盘价格昨天是6块8毛5 另外呢 就是我们此前一直在推荐的 综合金融类的股票IFL 昨天呢 也是上涨了3.4% 目前报价8块2毛2 那么这一类股票呢 其实大家都会很容易发现几个规律 第一个呢 就是受到了目前金融环境的 一个直接的正面影响 那么刺激了股价的上涨 第二类呢 就是属于之前超跌反弹的股票 所以说呢 这两个行业或者是类型的股票 大家在未来要持续的关注 传统上投资的那些方法 Buy and Hold Strategy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目前不太适用 那么最多赚钱机会的这些股票来源呢 就是这两类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的同事也会在YouTube上放一些 目前超跌股 那么跌幅在20% 30%左右 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关注 甚至可以买入 那么除了欧股方面呢 美股最近也是连创新高 创出历史新高之后呢 大家注意力自然就会被吸引过去 那么美股有哪些比较值得投资 和关注的股票呢 首先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在10月份 10月份我们又开始频频推荐了 当时呢是双11 双11之后呢 阿里巴巴又在香港上市 那么这两个双重利好呢 基本上是奠定了阿里巴巴 一个中长线的长期的上涨走势 除此之外 阿里巴巴呢 在国内虽然是电商行业 但是呢 它一直在向Google Amazon去靠拢 那么Amazon和Google 目前的主要盈利来源 其实是云端计算 因此阿里巴巴呢 它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优势 是在于计算机处理和云端计算能力上 以及是资源分配 那么单纯的电商行业 到现在呢 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好做 不太赚钱 包括马云也在说 10年之后呢 可能电商行业就已经暗淡了 那么未来新的行业 将会在云端计算崛起 那么之前呢 10月份的价格还是160美金 那么目前呢 短短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呢 阿里巴巴的股价已经是突破了200美金 那么除此之外 相比于谷歌和Amazon来讲 阿里巴巴呢 有更大的一个数据来源 基于目前中国互联网人数 以及东南亚市场 基本上阿里巴巴都能够接到 接下到数据 这么庞大的一个数据来源 直接会为它未来的创新 或者是应用场景 做好铺垫 并且成本非常低 那么对比两家公司 就是谷歌和Amazon 目前谷歌 从10月份的股价是1200美金 目前呢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也是上涨到了1360美金 那么它 是否能够追上 Amazon目前接近1800美金的股价呢 那么在三年前 四年前的时候呢 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对比 对比了谷歌和亚马逊 两家公司 未来的股价到底是谁 先突破1000美金 结果呢 亚马逊先突破了1000美金 并且持续快速的领先谷歌的股价 那么短短的两三年的时间 现在基本上亚马逊的股价呢 已经是翻了四倍 相比于当初 当然了 我也是没有持有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想到 这家股价能会稳定的上涨 三到四年的一个时间 但其实在商业领域 科技领域 那么亚马逊和谷歌 以及阿里巴巴的技术目前的是领先 尤其是在软件行业领先于其他公司的 那么硬件方面的像IBM这种公司 那么还有英特尔公司 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 但是呢 硬件方面的设备 或者是未来增长的潜力是有限的 目前更多的未来科技类软件类的创新 都是在云端计算上 那么谷歌和亚马逊 当时我看好亚马逊 是因为亚马逊呢 同样是基于电商 电商之后呢 它30%到40%的盈利来源 净收益是来自于云端计算和处理的 所以呢 这类公司的股票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